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由我開始拍片以來,我一直存下的一些空瓶 其實已經累積了這麼多東西 如果我再不跟大家分享的話,一來我會忘記自己的用後感 二來也有太多的影片會超長的 事不宜遲,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看下去吧 如果你有看過我之前淘寶收納的影片 就會知道我後面這個瓶瓶會放了三種不同的化妝棉 三款化妝棉分別都會在不同用途的時候用得著 這款是我在日本每一次都會托十盒回來的 因為日本最便宜我是試過買到十元一盒 然後香港我看過最便宜都差不多十五元一盒 所以我每次都會托很多回來的 這個是說了我會省二分一化妝水的化妝棉 這款化妝棉裡面就是這樣的一塊 然後它可以這樣兩邊的 這款化妝棉是有點像麗的化妝棉 但它會讓它滑一點點,厚度又會厚多一點點 我覺得它真的可以省一半化妝水的 它的用途會在於晚上 因為我晚上通常會用一些比較貴格的Toner 這樣就用到它了 第二款化妝棉是這樣的 這個給大家看看近鏡 它是一個有一點厚度 好像裡面放了棉花 這裡會有一個開關口 所以不要在這邊用 我會在這邊用 它是一個綠鐵包包的 棉花全部都在裡面 我早上洗完臉後就會用它 它吸化妝水會比剛才的多一點 但它會比剛才的再滑一點 而且上面的時候會舒服一點 而且它會帶走到角質層的效果 所以我會配合我早上去角質的化妝水來用 這款我是在759買的 如果你遇到有折的話 例如66折那一陣子 就會是10元一盒 通常一匹兩盒 這樣就20-20元左右 就算沒有折的話 它也是在EON賣26元一匹兩盒 也不算很貴的 之後還有最後這一款 這款是無印的pillable cotton 這款裡面就是這樣一大塊 然後這個就會在全化妝水的時候 就一定用到它了 因為它是非常容易 你濕完化妝水就可以撕成四塊 一塊化妝棉就可以貼在臉上 做一個全化妝水的東西 不需要用很多張化妝棉 這三款的面膜回購度都是100%的 我一定會繼續買下去 因為我很喜歡這三款化妝棉 說完化妝棉 我們就說說它的好朋友 Tona Tona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我覺得洗完臉 在臉很乾淨的時候 第一件要接觸到的護膚品就是Tona 所以我對Tona的要求是很高的 HERRA這支不用說了 它是我2017年的最愛 這支用完會不會回購呢 當然會 這裡已經有一支新的 也是用到一半的 我去到韓國的時候一定會買它 它是用完之後皮膚會很穩定 會明亮了 保濕程度很好 不會令你敏感 超級多好處 所以大家都可以有興趣去看看 然後第二支就是ORIGINS 這個靈芝系列 咕咕系列 對 這個我不會平日每天都用的 我會用來敷的 它的急救保濕程度是非常好 非常顯著的 如果敷完之後 你上妝都會非常貼 它的缺點有兩個 第一它是比較貴 我在Selfrages買260元 香港應該是過300元一支 一支是200ml 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它的香味也蠻重 它不是那種很天然的香味 也不是那種很假的香味 但是它是一種很大股的香味 你問我會不會回購呢 假意時日我會 但是這一刻大家都知道 我在韓國買了非常多的通 所以暫時短期內應該不會再買 但是你問我推不推薦的話 而它的保濕效果我也是推薦的 有這個能力有這個預算去買的話 都可以試一下 之後說完好的 就會說一些不好的 這支是Dr.Wu的玻尿酸保濕化妝水 這支我覺得它有保濕效果 但是不顯著 也對不起它的價錢 因為如果我沒有記錯 它的原裝正版也不是特別便宜 因為Dr.Wu在開架品牌來說 算是貼近尊貴的價錢 它是有一點點黏力的液體 首先它這種質地對我來說 就不算太討好 然後它的保濕效果我覺得 很多比它的toner都可以做到 所以我不會回購了 然後到這個就是Caudalie的 我去年雙十一有個購片說過 我買了它 一買就買了兩支 另外那支去哪裏是否正在用呢 我已經給了我媽媽用了 因為這支基本上是用來打入冷工 而且我很努力地用完 其實Caudalie的產品 我覺得最好用應該是它的潤唇膏 其他東西我也是覺得媽媽的 一來它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除非你很喜歡它的味道 你可以去Counter那裏問一下 我想喜歡的人會很喜歡 但是如果好像我這樣 很怕很強勁的香料味的人 你真的會不喜歡它的味道 而且我覺得它是屬於清爽一點的化妝水 就不適合我這個沙漠機的人用了 所以不會回購之餘 你送給我 我也不要了 抱歉 然後不會回購 還有這個2017年雷品遇到的 Ari Time的Makeup Fixer 對 就是一個它說定妝噴霧 它完全定不到妝 也沒有保濕效果 噴了給水勁沒有用的東西 所以它也是列入不會回購當中 之後那些就沒有什麼category 我拿到什麼就說什麼 這一支就是一支洗臉 它也是拿了某一年的Cosme牌行榜 頭三位的洗臉用品 它說是沒有添加 裡面會沒有色素、香料、防腐劑、礦物油 沒有品質安定劑和沒有酒精 這支我覺得用起來是很舒服的 首先它起到的泡泡都算綿密 然後洗完是乾淨的 然後清爽的 它不算非常保濕那種 所以洗完你會覺得臉很乾淨的感覺 之後因為沒有香味 所以用起來也很安心 既然它說到自己什麼都沒有加過 但是我覺得以乾肌來說 夏天用是OK的 但是冬天用就會不夠了 但是你問我會不會回購呢 OK的 如果夏天想不到有什麼洗臉產品想試的話 我也不介意再買 因為它是超級無得便宜的 日本不要說了 在香港我看到它的話 也是大約50元左右 所以如果這個預算平時不是很高 又不想試一些專櫃品牌的洗臉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頭髮用品我用完的 是有這三個 這個是一個平天的三分鐘收護精華 用在我身上 我覺得它跟護髮掃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這支是 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來的 應該可能買東西送 這樣吧 那就 沒有什麼特別 如果你問我會不會特意去買它呢 我又不會的 第二個就是這個L'Oreal的髮尾油 這個髮尾油會比起我現在用的玫瑰 韓國髮尾油會更加潤 通常我會洗完頭會用這個 而日頭就不會用的 因為日頭用就會覺得很油膩 而且很容易一注一注出到它黏塵的感覺 但是如果晚上用完它 然後吹頭 頭髮就會變得很油順 所以它其實是會列入我不停回購的項目裡面 這支大約是我用過的第三支 然後第四支都已經在廁所後面著 然後就想說這個洗頭水 它是一個香港品牌 採風行的C質蛋白借糖洗髮爐 那麼護髮素和洗髮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同一個困擾 就是其實我用洗頭水是比護髮素快一倍的 所以通常要買兩支洗頭水一支護髮素 對我來說才算是一套的 所以這一刻護髮素還在用中 但是洗頭水就用完了 因為這個洗頭水 這一款好像說沒有直 所以它洗完之後也不會有那種假潤的感覺 然後我的頭髮也是沙漠 它也不會令我變成汗草 我覺得它是比較有驚喜的一件事 然後你問我會不會回購的話 短期內不會 因為我對於洗頭水是一個沒有忠誠的人 我會不停試一些自己有興趣的洗頭水 多於不停回購 還有我聽說你不停換洗頭水 會對頭髮比較好一點 一支洗頭水我自己用大約用兩個月 兩個月轉一次我覺得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如果你說之後我已經用到洗頭水 不知道買什麼 我會不會買回它 是會的 它是OK的 它會列入在我心目中 這個回購系列當中 這條影片真的太長了 所以我就分了上集和下集 上集就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就會播出下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我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就算你凝凝走來一路上 我們多了些奶奶